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香港,都沒有自由的 同學,講到沒有自由 我們的國家比這裡更加沒有自由 小姐,其實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從北韓來的 什麼?北韓? 是呀,講回正題吧 為什麼我說我的國家沒有自由呢? 嗯,譬如說你剛剛看的報紙 嗯,那有什麼不同? 這裡的報紙和新聞報道會寫出當地的正面消息 亦會如實報道反面的消息 但是,我們國家就不同了 什麼?北韓不是有什麼朝鮮憲法 來保障新聞自由嗎? 就是這樣說了 但是實際上,所有媒體都受到政府嚴密的控制 真的嗎?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國有的媒體將控制的資源裡面很大的一個部分 用於政治宣傳 以及宣揚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 那很簡單而已 只要將電視機或者收音機轉到外國頻道便行 當然沒那麼簡單 朝鮮境內銷售的收音機和電視 全部都被預先設定 只是可以接收朝鮮政府方面的頻率 不是吧?即是怎樣都不行? 是啊 即使是輪郭中國的廣播信號 都被朝鮮政府全方面封鎖 還要禁止改裝 咦?這麼嚴重? 但是改裝了也沒什麼大不了 你就想 港裝設備接受朝鮮境外的廣播 是一種重序 只是這樣都已經可以終身勞改和處死了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 但是我覺得人民不會那麼輕易相信 嘩!又不是這麼說 北韓人民至少在當局的教育下 有不少和實際不符合的觀念 例如有不少北韓的年輕人深信漢寶包 是前領導人金正日在2009年發明的當地美食 而米其老鼠就是由中國所創造的 不是吧?這麼荒謬? 說實話,我很少聽到北韓有饑荒的 當然少聽到 因為北韓是一個很封閉的國家 所以國家的死亡人數和原因是難以知道的 但是其實死因大多數是因為餓死或者營養不良 原來是這樣?不如你說多些給我聽吧 好啊!那你知不知道為何北韓是個這麼封閉的國家? 是否因為你剛才說政府管得太嚴? 都可以說是的 我們先說一下北韓的社會制度 北韓將國民分成核心、動搖和敵對三大階級 然後再細分51個分類 而且一直用到今天 核心、動搖、敵對?是甚麼? 先說下核心階級 這個階級是包括在日本投降前的勞動者、中貧農民、解放後受高等教育的人 和韓戰裏死者的家屬和後裔 那麼,動搖階級又是甚麼? 這個階級有小中商人、手工業者、富農、民族資本家、滿營期政治犯、囚犯家人、死囚家屬等等 那麼,敵對階級呢? 嗯,如果是敵對不是應該隔離他們嗎? 為甚麼還要在自己的人民分出這個階級? 問得好 敵對階級是日治慈期的殖民地政府工作者、親日親美的分子、地主、1945年後入筆者、天主教徒、基督徒等 他們是不可以住在國界和沿河一帶或者平壤和其他大城市的 他們會被人發配到北部的山區居住 那麼,他們的學業怎麼辦? 他們是很難升讀大學的 在糧食短缺那時,他們會最先失去糧食的配給 很複雜呀,有沒有一些貼身一些的話題? 嗯,那你有沒有想過去北韓旅遊? 之前都有的,但是聽你說了那麼多,我現在都不敢去啦 又不用這樣,去拍攝多些都無妨啦 只是要記住不要亂拍 亂拍?為甚麼這麼說?不會又有甚麼規矩吧? 答對了,遊客可以隨身攜帶相機 但是不可以帶長鏡頭和望遠鏡 出發前必須申報器材 不可以拍攝市場、軍人、武器和北韓不希望被人見到的勢態 那如果我不小心拍了,怎麼辦? 當地官員和巡邏員會上前檢查你的照片 一旦發現違規照 輕則就沒收相機或者記憶卡 重則就連你本人都一起沒收了 蛤?那你還不快說多些給我聽? 避免打長途電話啦 因為不可以帶手提電話入境 還有呢? 避免攜帶南韓和美國的產品 或者任何南韓康物入境 亦都不要提及南韓和美國品牌 或者南韓、美國這兩個國家的名字 這樣都不行? 是啊 最後最嚴重的就是絕對不要模仿領導人 對今領導不敬,後果會不堪設想的 是的 那相比起來,香港真的挺自由的 是啊 除了要珍惜之外 如果真的要更多自由 不如不要只認識埋怨 嘗試下手去改變吧 其實,有一個問題 是我一直都想問你的 什麼問題啊? 你說你是北韓人 但是,你怎麼來香港的? 時間都不早了 我想我要先走了,拜拜 你是北韓人 你不想要很固定